这里的口袋饼分成,醋溜土豆丝口袋饼,木耳肉丝口袋饼,所以材料有点多,软而劲道,非常好吃,是和老公一起完成的。所以炒菜步骤不详细,做好的口袋饼,配上白粥或者小米粥湿就太棒了。 大致的材料在这里,面粉,瘦肉,土豆,大蒜,朝天椒和长尖椒,当然还有一些小玩意不在哈。木耳,这个木耳是干木耳。我早上烧开水泡发的,大家也尽量用干木耳泡发吧。因为有点脆有嚼劲。 面粉,很普通的面粉,不需要刻意的挑选面粉,只需要保证面粉不是坏的就可以割。面粉里加适量的盐。加入温水用筷子搅拌面粉,慢慢添加。揉好的面条静放15分钟左右。可以盖一个保鲜袋或者保鲜膜。这里没拍到哈,看得懂就好。木耳切丝,两种辣椒切丝。 这期间呢,老公在切菜准备。不得不说老公刀工虽然不是特别好。但是还是过得去的哈。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?分工做这样可以节省许多时间的。木耳切丝,土豆切丝,两种辣椒野切丝。 瘦肉,松花,切好的大蒜,松切葱花,大蒜拍开掠切。瘦肉切丝,切肉切丝不好切,我也切得不好。不忍直视。 请忽略,老公切的,静放后的面团,拿擀面杖擀开。没有的话,直接拿啤酒瓶代替吧。擀开一大张。有点都请忽略。切开,用刀子划开。可以比这个再大一点点。 中间弄一点油。然后把油刷开。四周边边不要刷油。折叠一下。然后把其中两边叠起来一点点捏一下。应该看得懂哈。感觉哪一个方向适合做口袋饼的口自己看着办。尽量留平一点那边。然后再擀一下下。这样皮会薄一些。刷了油热了放锅内。记得勤快点翻。避免糊了。 我用的电饼挡。如果你用的是锅。一定要不粘锅才可以哦。锅内热了没有水后刷一层油。把口袋饼放进去。把两边烙熟并且呈现漂亮的金黄色。记得拿筷子弄一下口袋饼的口。这样等你装馅的时候会方便许多。口袋饼的饼皮呢。已经烙好鸽。土豆丝。老公炒的醋溜土豆丝和木耳肉丝。 老公的厨艺是我手把手叫出来的。大致说一下就好了。就没有其他图片了。因为我做饼皮的时候老公炒的。醋溜土豆丝。土豆丝切好后冷水泡一下。这样没那么多淀粉。 烘干水分。热油后把两种辣椒各取一部分和大蒜同时炒香。把土豆丝放进去炒变色。加适量盐和适量白醋翻炒熟。加一些葱花和鸡精炒均匀即可。木耳肉丝。 热油后两种辣椒一起炒猪烂味再放大蒜炒出蒜香味。把肉丝放进去炒变色。加一点点老抽掉。拿筷子把线加进去哦。只拍了一个了哈。老公说拍一个看得懂就好啦。好吧。 如图上桌。开吃了。做的有些多。这里的不齐全呢。还有七八个饼皮没装馅。都吃不完。才做好我就下楼去看看我们房东在不在家。有啥吃的就会想到他笑哭已经分享完毕啦。希望大家喜欢哦。